回到欢迎全世界 我们来看欧巴马的任期 剩下八个多月的时间 他也展开了所谓的毕业之旅之一 这之一呢是先到了欧洲去访问 当然有人欢迎 也会有些人抗议 我们先来看的是 对他盛大展开欢迎的英国皇室 几乎全员出动来迎接他 就连乔治小王子都出来见客 有一张照片 现在在全球红翻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乔治小王子穿着白色睡袍做外交 难得晚点睡 就是为了跟远道而来的 美国总统欧巴马见面 握手时候超萌模样 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眼睛一亮的皇室粉丝爸妈 立刻锁定小王子这一身 帅气的睡衣装 知名童装网站 小王子穿的这款 几乎秒杀卖光 睡袍加拖鞋 售价27元英镑 大约是台币 1300元 乔治小王子意外抢走欧巴马风采 而欧巴马也难得在出访时约打小白球 显示他跟英国首相塔麦龙交情好马迹 看到这位乔治小王子穿着睡衣出来 剑客萌翻天了 你看他的这个睡袍 据说现在已经卖到完全缺货是买不到的 老师看了也觉得很可爱嘛对不对 我想因为小孩子所以说都很可爱 都很可爱 他在一起穿了一个睡衣去见李鹏 那就被人家非难非议 因为你这个李鹏不管他总理做得好不好 他总是一国着总理嘛 你是大人就不要学小孩装萌嘛 对啊你就不要学小孩装萌嘛 而且穿睡衣显然是太不礼貌了 但我问一件事老师 虽然可爱归可爱 但是皇室的成员穿睡袍出来 见客会有点失礼吗 我想不会因为就是小孩子 因为皇室呢小孩子就 你看假如市里的话 一定在家里有批评 没有人批评到现在 想批评的人可能都觉得不好批评 所以说这就是有嚇阻作用 因为他第一他是一个小孩子 第二他是一个皇室 只会增加一个这个温馨的气氛 所以说不会造成人家反感 东豪是媒体的前辈问一下 有人说这是媒体精心的操作 这当然是 那我这样睡得刚刚好睡起来 穿着睡袍出来的 人家是早已经想好的 他就准备要睡 也许睡觉的时候没有穿睡袍 准备要睡前 睡前的时候安排了这个 像欧巴马他们这个 帮忙媒体找亮点嘛 是 因为他欧巴马这场仿欧 他有很多重要的任务 但是你不可能所有东西 都是规划硬性的东西 他一定要有软性 而且欧巴马跟英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比较没有过去传统 共和党的时候那么好 因为他这样讲 有一点比较不好意思 就是说 因为可能还是跟肤色跟一些 背后代表的价值观是有些关系的 那你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说 他用一个小王子穿着睡袍出来 你会觉得很可爱 然后对英国王室来讲 他有得分 对欧巴马来讲他也得分 因为这是一个软性温馨的 也占据了全球的媒体版面 但是他其实背后遮盖的是什么 遮盖的是英国脱欧的问题 当你在看到这张画面的时候 你忘记的是英国正在讨论他要不要脱欧 这已经吵很久了 是啊 我们可以想像说欧巴马这次的欧洲之行里面 如果他卸任 在剩下这八个月里面 如果整个欧洲走上了英国脱欧之类的 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所以欧巴马也特别做了呼吁嘛 这部分我们拿来讨论 不过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他的新闻操作一定很清楚 他一定要先有一些温馨的东西 为什么 他有助于他在跟英国喊话 媒体公关 不只是媒体公关 对英国人的喊话 民众喊话 但这个照片我就要特别再拿出来问一下东豪哥 因为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 皇室成员基本上全部出动拍了一张 这个是女王90岁大时候的纪念邮票 这是欧巴马去也帮他助售嘛 对不对 90岁纪念邮票 然后全这个皇室人出动 你有没有看到 穿的衣服 其实英国的皇室 好像都穿的偏蓝色居多 这就是他的品味 品味 这就是英国的品味 蓝色代表有品味在皇室里面 不是说蓝色代表有品味 就是你看他整个呈现的 就是一个他的皇室的品味是什么 那他会成为英国里面 他们有很多皇室迷 他会成为追逐的重点 那他们不是说只是蓝色而已 他不是只有蓝色 其实那么讲英国皇室 而且他的地毯是红色的 英国皇室他有很多 对我知道绿色可能真的没有出现 有点感觉 你绝对有机会找到 英国皇室用到绿色的 你也绝对有机会找到 英国皇室怎么使用红色的 那代表就是皇家的一个品味 品味 我们来看这一次 到底有多高规格来迎接欧巴马 这次欧巴马访问英国伊利沙巴二世的夫婿 菲利普亲王他是亲自开着车去接机 而且接了机之后还亲自当司机 他下个月是满95岁了 英国驾驶没有年龄限制 我想他包养得不错吧 包养得不错 但是 有钱人家 君王四家总是有很好的包养 听说75岁以上就要驾照重考了 是啊 这个是在停机坪上面 然后你看亲王迎接之后 自己当司机 我要问的是欧巴马的维安 维安基本上欧巴马出访的时候 都是听着安排 一定要坐上有防弹玻璃的 要有装甲的车子 这个亲王他自己去开车迎接的时候 他就开一般自己的车子 我想 维安怎么可以让他坐这样的车呢 第一他对于大概也事先也打听过 菲利普亲王呢 他驾驶技术还可以 虽然95岁了 第二呢 我想距离不是很长 否则很长的话呢 可能也会让维安人员担心 那么最主要是这也是表示一个 双方很close的一个关系 所以包括了小王朝治 包括了亲王去开车 都是安排好的一个桥段 媒体可以去做新闻的量子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习近平在去年也访问了英国 当时也被媒体 你看他的车速好慢 所以我们说 有坐这一段 开一桥段有的 而且那辆车一定是防弹的 意思到就好 不过我们看 因为习近平在去年 去访问英国的时候 同样被媒体拿个 很多地方拿出来亮点出来做文章 当时的习近平是跟女王 一起坐上了皇室的马车 那后来跟卡曼隆一块吃了 Fish and Chips 这一次欧巴马看到这个 就是说有人当时媒体报道说 欧巴马看到 好像英国对于习近平 这么的高规格 心里有时候不是滋味 因为当时英国也第一个跳出来 要加入大陆的亚投行 所以现在这次去 感觉上欧巴马被高规待遇 他心里应该稍微高兴一点吧 当然是会高兴一点 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有一次也是开车的吗 总统去访访尼加拉瓜是不是 奥瑞加 还是这个尼加拉瓜的总统也是开车 自己开车站马总统 开了个吉普车 对 后来听说他跟马总统见面 迟到了好多次 所以让马总统很不耐烦 后来才用开车的方式表示亲近 第二个讲到睡衣的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刚才 陈老师讲乌尔开戏 我记得的是另外一个 以前总统 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运作 美国让以前总统去访问他的母校 让克林队有些不高兴 不开心 所以后来他就不让我们过境外交 不让以前总统的飞机 过境美国 就是落地让你加油 但是不让你人下来 不让你落这个去 就所谓去下榻的旅馆 就是只能在飞机上 加完油就让你走 就李前走 当然他 结果后来那个是普瑞泽还是谁 反正就是美国再来协会的理事主席 就来见李前走 李前走说穿睡衣见客 所以睡衣见客有时候是好的 有时候是表示我了不悦 但是不管如何 这些都是外交语言 这是肢体动作 而且事实上背后是有一些 可以让你解释 或者让有一些隐而不宣的 一个意义 让你自己去解读 所以国际间的场合 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都是已经安排好的 刚才我们聊到 就连在这个岛礁的阵营上面 派的飞机都有些讯息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欧巴马这一套 除了帮英国女王 E320祝寿之外 其实心里面想的是 304岁的她 304岁讲的是什么呢 媒体这样的标题 讲的就是英国了 因为英国接下来在 马上就要进行脱欧的一个表决 公投 为什么欧巴马如此在意呢 因为英国叫脱欧的话 美国跟欧洲的最重要的一个管道 就是消失了 所以美国很多地方是从英国来 来掌握欧洲的动向 那你英国脱欧当然是一个 对美国很大的一个外交损失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 五岁的国家 五岁的国家 就是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柳西兰 这么小个国家也是 那么但是它这个就是情报是分享的 那么很多国际关系上它们是共同的 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一起打过同样的战争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去年9月3号 中国大陆阅兵 这五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去的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们有共同战争记忆 就跟中国大陆没有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议题 那么所以这次呢 它也是用这种 革命情感 用革命这种打仗 打那么多连战 打那么多次战争 所以说你美国就要听听我 英国要听听我美国的话 那么你 而且奥巴马还暖中待印的说了一个 你假如真正脱欧的话 我们将来的很多经贸协议 都会出现麻烦 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不能够容易它脱欧 而且英国 奥巴马还没提出 你不是 卡梅隆还不是主张 那个苏格兰不要脱英吗 那你现在自己脱了 你还能够挡得住别人吗 所以说这里面也有很多关键 我觉得这个脱欧的问题 对美国来讲是个重大利益的选择 而且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奥巴马其实他上任之后 都把这个势力要重返亚洲 亚洲再平衡的情况之下 对于欧洲 对于中东 其实来讲是有相对的 少了一些资源在那边 如果再失去英国这个在欧盟当中 这么重要的盟友的时候 对于欧洲的影响力 可能美国又会再次的被削弱 美国在欧洲势力也示威了 我们去来看 欧巴马这样对英国民众喊话 也跟小王子见面如此亲密的画面出现 是否真的有感动英国民众的心呢 其实在这段时间欧巴马喊话 搞不好还帮了倒忙 我们来看一下 欧巴马去英国访问的时间 4月18号到4月24号这段时间 英国脱欧的民调 你看看 要留在欧洲的从49%变到44% 脱欧的从39%涨到46% 没有想到还帮了一个倒忙 对 有时候公关桥段 有时候不是你原先设计的那样子 设计了一些公关桥段 讲了一些温馨的话 结果事实上不见得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英国民众思考脱不脱欧 是想到他的国家利益 当初这个英国要不要加入欧盟的时候 那时候的公投 事实上也是以非常非常接近的比率通过 因为那时候英国只想说 我们英镑加入欧元就好 欧元就好 我们英国不要加入欧盟 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后来这个马斯垂克条约 后来还是英国还是签署了 但是现在碰到了在这段时间 尤其欧盟的越来 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 里面的一些成分分子 成员分子越来越复杂 有一些他的社经地位 不是社经地位 他里面的整个国家的综合财力 包括里面的人权标准 包括里面的国防武力 都有不同的这个情 所以里面的同质性越来越低 抑制性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英国会觉得说 我加入在这个欧盟 欧盟的这个国家 事实上是利大于弊呢 还是弊大于利 很多越来越多英国人在思考 目前为止 当然他们是有个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是个防御性的 防御性 有个欧元 那是经济性的 有个欧盟 那个是另外一个政治性的 所以英国目前为止 只是如果从这个民调来看 接下来的这个公投 可能是让卡麦隆也好 卡麦隆现在又为自己的 巴拿马文件的东西 在国内的 焦虹烂耳 而且是在国内的制度越来越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卡麦隆对于脱欧一事 他也不敢跟主流民意来对坐 他只能讲说 希望用一些温情喊话 那显然看起来 欧巴马这个动作 在温情喊话上是没有用 刚才华文元讲的有点含蓄 因为欧盟现在一直性的国家越来越多 简单来讲就是有像希腊教的队友 然后再看看德国队长目前的惨况 这个英国是谨记在心了 那如果真的脱欧的话 对于台湾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 老师 我想这个美国就变成更重视亚洲 更重视亚洲 欧洲好像他很难发挥他的影响力了 英国都影响不了 那他就更难了 像亚洲好像虽然是我知道 英国是跟美国商量过了 但是英国还是最后率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3月的时候率先抢进亚洲行 那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呢 那个美国一定会在亚洲加重他的比例 而且欧巴马只有8个月人起了 下一个总统呢 一定不管是不是延续他的政策 名称一定会换 但是美国的亚洲政策不会换 他从1890年他第一个门户开放政策 Open door policy 他就已经亚洲政策基本上是一致 所以说经过不管哪一个什么 小布希时期是Heading strategy 就是避险政策 然后在小布希之前的 克林顺利益交往政策 不管是名称怎么样 他的亚洲政策是一致 那么他将来一定会在亚洲摆更多的 事实上一个趋势也是 按照这个国安会的这个 国安顾问 Susan Rice的一个演讲中 就是说2020年 美国会把60%以上的军舰 还有空军都会掉到亚洲 那这个当然是随着一个趋势更转 那么跟中国大陆的冲突 也就越来越尖锐 因为虽然双方能够管控分歧 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够长期管控 是一个问题 因为插枪走火的时候就很难管控 所以到时候台湾所扮演的角色 或许就会更加的有玩味的地方 你看到美国都在争取 欧巴马说台湾是盟友 反恐的盟友 那这是日本 扣我们一穿 你就出来想两句话嘛 对不对 好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的是 英国虽然欢迎欧巴马 不过他所到之处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欢迎他 包括了德国 虽然跟梅克尔两个人看起来 舞台戏演的是蛮好的 两个人是蛮开心的 但是德国的民众 怎么要看欧巴马 我们回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